朋友們來聊四季 天眼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Vevo 今天要來看一手幣亞對上波士的對決 今天來稍微簡講一下波士的能力 波士的話我們這邊有介紹過 波士的話一開始食物跟木頭會加50 再來就是他承認中心 生命只會翻倍還有碼頭 來看一下 這個是一手幣亞 這邊血量4800滴 工作效率的話 封劍時代會加10% 生命時代會加15% 所以他以生村民輸入來說是效率非常非常好的一股度 到村民來說經濟上並不會輸太多 所以他沒有其他的額外的生 經濟加成 取得帶著是TC的工作效率 再來就是他的特殊單位是戰象 那大家應該也蠻熟的很想 波士也算是在早期的CD5裡面就出現了文明 所以他的戰象在初期來說是非常難搞的 一定要戳戳 跟那個 這個 山旅 去招響 才能打得贏的一個單位 你用駱駝去打的話 很有可能會殘血 因為其實蠻虧的用駱駝去打 也是黃金兵種 很容易會打出駝破血 好 波士工兵比較特別 這個金冠能力 算是不用黃金 就可以製造工兵的一個能力 他這個效果的話蠻特別的 那就是你可以爆大量工兵 然後不用黃金 但是會額外消耗木材 大概是會消耗到30來40的木材這樣子 有點忘記他的數值 再來就是他沒有三級射 所以他工兵並不會那麼強 而且也沒有強奴 所以到帝王時代來說 算是堪用 那在城堡時代 這個不用黃金的小豐也算是個夢魘 如果 不是封建時代 城堡時代 城堡時代 如果打到太後期 然後一直沒有上帝王時代的話 那有可能會被波斯牽著鼻子走 但在這個高分段來說不太可能 不隨著這種事情 好 那再來就是金冠 這個相夫的能力 那他有那個戰相移動提升速度30% 還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能力 讓可以提升一些戰相的一個劣勢 就是跑速慢的一個問題 那也可以增加他的威懾力 讓他跑速快一點 好 那來稍微講一下 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的話 他有工兵加18%的攻擊速度 那下個時代的話 會加100黃金跟115 有點算是補充經濟的一個能力 那中座城堡兵是免費升級的 那其他能力的話 算是 沒什麼太大效果 像是那個 皇族血脈 可以高速生產 彎刀勇士 玻璃大砲步兵 攻擊力極高 但是血量防禦極低的一個單位 那再來就是 扭力彈射器 這個能力是 可以讓投擲器 就是投車 擴散效果 威力更強大一點 所以算是 以重頭來說的話 他的殺傷力我覺得是最強的 但以射程來說 還是韓國比較強 好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兩邊的選擇吧 這邊我們先加速一下 那以地形來說 波斯地形 算普普通通 這邊是打棒棒 這邊開闊地形太大了 所以算是 不太好 相對來說 一手幣阿就好很多了 棒棒過來 可以趕快出去 哎呦 馬上就要被射死啦 這樣子圍就圍得很舒服 裡面還有一塊金礦 雖然 大金野肉 但這邊 確實兩隻棒棒給到一手幣阿壓力 有機會讓自己圍好 如果你的地形真的很爛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打棒棒 打棒棒的好處就是 可以讓你前期 有更多時間可以爭取到 鬼場的機會 用棒棒在哈達家 一直做騷擾 雖然可能殺不到村民 但就是有一個威懾力在 棒棒的主要的核心 就是拖時間而已 並不是要真的殺到村民 當然能殺到村民是比較賺一件事情 但以高分段來說 殺不到是正常的 最主要的目的是來拖時間 波斯點下來一擊一射 伊索比亞這邊是沒有點下一擊一射 冰工廠只是在蓋而已 這邊的話 可能會被壓制一下 這邊點都是小弓 那就會有點危險 因為這邊 波斯是有兩隻戰毛在的 除非他的工兵夠大量 這邊過來 射一下村民 好那這邊都補下市集 那看來是要直接跳城了 買食物上 OK那這邊 時間 大約16分鐘的時候 點下城堡 時代那一擊設立點了 那確實是沒有要打一個 暴兵防守 直接先跳上去的一個打法 因為伊索比亞這邊 食物加100跟黃金加100 造成 生死代守衛加100 所以造成他上城堡時代來說 比較沒什麼太大的壓力 算是可以高速上層的一個能力 好那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有兩層喔 不要不好射破 那木牆 只能射到這一邊 哇這邊會死一村喔 哎呀真的倒一村 好那波斯有死一村 那這邊伊索比亞是兩村 還蠻多村的 好伊索比亞這邊要來進攻了嗎 看一下 兩邊的互相傷害 好直接進化奴兵 然後前線蓋了 射箭場 跟這個騎士喔 那家裡怎麼守呢 待會對方也要升級了 哇有洞了 完蛋 我翻 哇互相傷害 哇移進去 有劍塔 這個劍塔給小公壓力很大 要直接鑽進去了嗎 哇射很快射很快 直接躲在劍塔下方 這樣這個劍塔就會直接擺給 完蛋 那家裡這邊也是非常慘 看兩邊都很受傷 但是這邊還好我維持喔 金礦還沒有被傷到 金礦被傷到也沒關係喔 很帥哇 這個金礦雖然沒有辦法蓋TC 哇直接一個全套聰明開抽戰毛 這邊依舊在打這個 欸居然射得到欸 他這裡怪怪的喔 被擠出去 直接受不了走出去了 哇但是死的弓兵數量有點多喔 哇戰毛出來直接一個 攔截 想不到吧 裡面居然有藏戰毛 好戰毛過來解一下這個奴兵 抵擋住對手的一個攻勢喔 那這邊區域木材就沒什麼問題了 但是戰毛是沒有辦法打贏這個戰毛 呃沒有辦法打贏騎士的 那這要看一下這邊要轉出什麼兵種了 那一手BR的話有駱駝 所以還算可以啊 駱駝來說應該還是蠻輕鬆的 好那這邊確實是打雙馬就駱駝 那這邊工兵沒有升級喔 沒有升級成弩兵 好像才點下來 那家裡這一圖要怎麼守呢 直接出工兵守嗎 開始要出個BK呢 好這邊有點稍微被解掉的感覺了 這一波攻勢看起來就這樣沒了 兩邊騷擾騎士回救 嗯也算是不錯的選擇 不然這個被駱駝針對也是蠻難受的 好那下面這一坨工兵看起來是要送光了 來試試過來砍 家裡騎士解掉 沒什麼問題 這邊可以加速一下了 應該沒什麼可以看了 哇這波我覺得他這個工兵有點走太跨了 應該等這個箭塔前面射掉 再出去就好 不然就是一開始就要走過去了 不能在箭塔下面等 會更好一點 好那這邊工兵又進來鬧 城門打坡 現在這邊組成是駱駝加戰馬 好剛好是玩康特這邊 呃伊索比亞的兵種 但是伊索比亞這邊 奴兵打駱駝也是蠻痛的 因為射數超級快 好那這邊家裡門面蓋下城堡來防守 好不然這個門口一直被長驅植物也不是個辦法 好那這邊蓋下修道院要來撿遺跡了 好兩邊的選擇都算是 有點半強軍事的感覺 兵都出的蠻多的 然後這邊城堡時代可能會打很久 好那這邊中路點下輪走 那波斯這邊走的是很早就點下了 所以經濟來說會比伊索比亞更好一點 好那這邊蓋完了 哇這個是怎樣 上億人蓋塔 蓋這個寶畫了這麼多人 欸這個是怎樣 4TC開農 那伊索比亞選擇是雙TC而已 經濟量可能會越拉越遠喔 因為他這邊是有點半強軍事 有前置軍營的關係 好這是軍營啦 馬舊跟射箭廠 所以導致他這邊經濟上來說沒有非常好 TC比較難開出來一點 農田上也比較少一點 反倒是這邊波斯 哇經濟量非常好 而且城堡時代TC的工作效率又可以到15% 那這邊村民術很明顯就拉開了 現在是56吋 對上78吋 22吋的差距了 好那這邊他有餘力 可以把路頭派出去 看一下情況 那這邊大金不能挖有點麻煩 可能找個機會 這邊蓋個寶 或是在這邊蓋 直接把這邊封鎖起來 然後可以挖金礦 我覺得這個地方蠻事了 這邊也算是一個半門面的地方 而且還可以鎖住大金 不然就是把這兩個房子滴掉 房子直接蓋這裡就可以 好那這邊 駱駝過來 戰馬過來看了一下 並沒有拿到東西 旁邊算是進入了開農旗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目前波斯很有優勢喔 沒有大戰了嗎 看一下兩邊怎麼處理這一波會戰 好工兵先上 要來硬點這邊的駱駝 但是駱駝跑得很快 沒有彈道學 射得很歪 好那等一下一擊攻 戰馬直接硬點工兵 但是直接要把戰馬 氣掉啦 哇賣隊友啊 駱駝部隊直接跑啦 這個會戰以賣隊友宣告告終 太無情了 好投車過來 可能砸到一發 應該是不太可能 不要砸到有點困難 好稍微二倍速看一下這邊進攻 欸唷射掉一村 這邊有進入TC的範圍 被射掉幾隻工兵 下面這邊 好被解掉一些 兩邊在 都有在抓好敵人的進攻喔 攻兵騎士全部解掉 那城堡是蓋在這個位置喔 那這樣就有點尷尬 因為這是個滴地 蓋在這裡的話 更香一點 高地處 好那這邊直接進來嗎 城堡進來 哇這邊都要大遷徙了 這裡也是 哇這裡什麼都沒有 這裡支援處全部都要跑了 趕快往回啦 哇 終於想到要往回救一下了 哇 但是破四的食物已經來到一千了 看來要點一下地龍時代 那經濟來說是一千十八村 這邊堵起來 好讓對手沒有回家的一個機會可能 看來這邊要直接詮釋對手的工兵了 好駱駝拉過去打騎士 那騎士跑去打 打奴公兵 那戰猫也拉過來投這個奴兵 那這邊 分兵來說有分的不錯 那這波沒問題 是破四的大獲全勝 這一波送掉一手必要會很難受喔 有點 沒有辦法 因為他也知道他經濟輸了 所以軍事一定要往他家裡送 不然會輸得更慘 這個村民有點超多失誤喔 那TC的集結點有點問題 直接送去城堡下大王魂拉 這邊要出來挖石頭 那這邊來蓋個哨塔 那目前加爾經濟補價第四個TC 看來是要來補下經濟的人數了 好那兩邊都點下帝王時代的時間上來說 並沒有領先太多 波斯這邊點下了二級馬卡 那這邊點下了護衛技術 看來是要來打寶兵囉 彎刀勇士 喔大概出了 不會技術點好之後 這個彎刀勇士會跑很快 那為什麼我會把他撐個玻璃大砲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跑得快 然後血量少 防禦極低 攻擊力極高 可以快速貼到敵軍喔 算是一個一索帝亞騎士的概念 那只是這個騎士軟了點 那我們來看這個伊索帝亞這個彎刀勇士的數字 很慘 好 那大學這邊也蓋了 這時候才蓋阿 單刀學還沒有點 兩邊都是 好 那這邊補下兩個射箭長 POSE這邊要打免費小弓了嗎 唉唷很像是喔 按小弓不用錢 好那這邊點下了盾裝騎士 POSE最終還是要打遊俠比較強一點 好 料裝技水點 然後化學點上 然後這邊一波騎士跟弱鎖的組合 直接衝了進來 這邊彎刀勒斯要回救一下 彎刀勒斯走出來 好那點下預防之後 你看這個數值超慘 防禦是0的阿 基本體質原裝進口 有夠慘 這個彎刀 好但是正面有很大量的 弩兵跟戰謀在前線防守 這家裡這一波 伊蘇比亞有點被傷到經濟了 瘋狂收吞 然後收吞到TC下 還不夠人家進去塞 但是彎刀勒斯過來就還行 好那這邊左邊有個城堡 高地堡 那這邊守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那終於這個城堡能修得回來嗎 應該是沒問題 是高地堡 那低處投高處 傷害自然就有減免 而且這個城堡就不會那麼快打掉 好那我們這邊點下了波斯弓兵 那這邊要打免費小弓 來看一下這個免費小弓有多無恥 好那跑速點下了跟蹤技術 那極兵三級步兵鎧甲也升級了 好那看來伊蘇比亞這邊要稍微轉一下近戰單位 彎刀勒斯了 彎刀勒斯要打的話 黃金需求量會非常非常大 彎刀勒斯雖然造價便宜 但是他的科技全部點滿也是蠻會的 不算便宜的單位 那導致這邊伊蘇比亞打強弩的可能性就更低了一點 因為強弩也是很吃驚的 那這邊可能要以戰矛為副弓 然後以彎刀 在他戳戳為一個正面壓制的打法 那這樣就有點尷尬了 因為這邊波斯是免費小弓 以弓兵來說他們還是蠻怕弓兵的 那這邊有免費小弓的話 這個彎刀勇斯就很難打了喔 唉唷不對喔 現在這個局面是彎刀勒斯數量非常多 這邊小弓還沒有成型 小弓數量很少喔 你看小弓這邊成型是5加3的一個能力 那射程只有7 哇那這邊一個大開戰 後面有城堡在開射 但是這邊玻璃大砲很軟 被這個城堡射一下 就直接躺在地上抽了 哇 我覺得彎刀點在勒索喔 但是一方隊的也殺了蠻多的單位 右邊還有兩隻彎刀勢 哇 這個被城堡射一下 真的太傷了 好直接來鷹菜這邊 頭子撤了槍 來打這邊的弩兵 但是沒有頭到 直接往後撤 但是應該要被拆掉了 唉唷 戳戳也來的量蠻大的 現在有三級防禦的關係 所以箭矢防禦還是能扛一下的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 被射到還是大血虧 那一直在這兩個城堡的 火力之下交戰 對伊索比亞來說實在太傷了 雖然這邊也已經 打掉蠻多的單位 但並沒有打出一個優勢喔 五五開 這波會這樣五五開 那上面這邊伊索比亞 想來挖野精 發現這邊居然有人 在偷挖他的精阿 太無情了 發了提提 兩邊都已經經濟爆滿了 都是200人口打200人口 那這邊波斯有火炮 有出火炮就比較舒服一點 但是伊索比亞也有火炮 那這邊也要等他點一下火炮 化學之後才可以 因為這個奴兵完全沒升級 你看就知道沒點化學 好但是這個城堡位置 算是相對後面了 來說還是有機會防守住的 雖然這邊高地讓對手佔到有點傷 而且這邊會火炮高打低 那個城堡可能會掉得非常快 好一隻彎道勇士來解這邊 偷挖進的村民 三刀死一村跟那個日本武士一樣 非常暴力的步兵單位 好直接硬拆掉 這邊組成精銳彎道勇士也點好了 18加2 那點完的話就是18加4 22攻的步兵單位喔 很痛喔 超級痛喔 兩刀應該就可以 打死一隻戰狼兵了吧 22是4攻4 4-3 欸對 差到36 兩刀11隻戰狼 好來看一下這邊正面挑戰 正面挑戰大量戳過來 大量戳 彎道勇士從側面攻擊 那這邊很大的部隊 被這個戳戳 被這個戳戳給吸引掉 這個主力部隊在左側進行進攻 那大量的彎道勇士被射死 雖然攻擊力很高 但是很大攻 變成高地打滴滴的效果實在是非常好 造成這一波的交戰 彎道勇士以失敗告終 而且這個城堡被投掉了 如果城堡被投降的話 這個彎道勇士的升級就沒有太大意義了喔 那這時候終於轉出了強奴 畢竟一手必要還是要打強奴的 那家裡還有很多肉麻開始在騷擾 好上面這邊已經沒有東西在挖了 那正面的話 一手必要可能要後撤了 哇波斯這邊還出火槍太狠了 哇波斯一個是一個科技擰壓的概念喔 火槍加火套加奴兵 遠程大禮包 好再搭配肉麻 所以導致這邊出兵選擇第一時間已經輸掉了 那這邊那一波打成五五開 並沒有打出太大禮包 所以導致這邊出兵選擇第一時間已經輸掉了 那這邊那一波打成五五開 並沒有打出太大優勢 也沒有上精略的時候才打 就有點可惜 好我們稍微看一下兩邊的一個 開局 那兩邊的話是一級木 兩邊都是一級木 那上城堡時代之後才點下一級更田 那一級更田 這邊波斯很後期才點 哇三十五分才點一級田 那他這個木材消耗量肯定是非常大了 那兩邊的選擇看起來沒有太多的特別之處 兩輪走都是算偏晚上的 都到快要到地龍時代才要點 那手推車的話都是地龍前點 還算可以 所以他們到地龍時代經濟量就有點起飛了 能點的科技就特別多 好那稍微看一下經濟方面吧 唉不好意思 有點跑掉 好那回來看一下經濟面 經濟面的話 食物來說是 波斯的獲得 那 木材也是 兩個都是 這個為什麼沒有看到點 全勾全勾 太複雜 這個圖表怪的 很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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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後期的經濟 哭啊 好啦那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吧 那下次再見囉 掰掰